蓬佩奥接受澳洲媒体采访 5月24日 他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威权主义容忍太久 全球正在逐渐看清中国本性 中国企图把全球疫情大流行归咎给其他国家 这使病毒进行全面的溯源跟调查更加必要 我发现蓬佩奥讲的话都是对的 真的 你只要把里面的中国改成美国 通通都是对的 应该说全世界对美国的威权主义容忍太久 美国企图把全球疫情大流行归咎给其他国家 是不是 那美国现在疫情还没有真正稳下来 就已经全美50周都已经逐渐放宽 所有的这些防疫的措施全部都放宽了 大家已经开始 你看在游泳池里面已经人跌人下脚子一样 这还有社交距离吗 这根本叫做没有距离 这是美国 中国病毒又开始了 可是我们之前有讲过 法国参加武汉军运会的选手说我去年就得到新冠病毒了 加州检查尸体 电视报告说去年12月以前就已经入侵美国了 最起码还有更早的 那美国对中国现在不是只有疫情不是只有甩鸽不是的也不是只有川普自己选举这件事情 如果你这样想这样看就太浅了 这是一个美国跟中国长期的抗争 你想想看 雷根是怎么样 美国经过几十年把苏联拖垮 在雷根的时候怎么样去搞太空战 以至于他之前的几个总统 最终苏联整个被美国拖垮 苏联瓦解了 他的间谍战 军事战 外交 科技 贸易 所有 所有今天美国对中国所做的每一件事 他都对苏联做过 他也对苏联禁运 他现在就是在对中国禁运 5月23日美国副总统彭斯接受广播节目说 中国让世界失望 5月24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莱恩讲 中国处理疫情的状况和苏联车诺比 何再来比 是可以记载史册的 注意哦 他讲哦 从现在起的十年到五十五年后 我们会看到美国HBO翻拍这件事的影迹 你懂了吗 所有的文艺创作娱乐产品书籍 都是情报战 间谍战 舆论战的一部分 那将来如果是美国HBO 美国的电影明星去拍一部 2019年新冠肺炎 请问他会不会拿方方日记来弄 他会不会用美国人的观点 然后来拍一部 来讲武汉的事 讲中国的事 然后把所有的责任灌给中国 我跟你讲保证会 虽然王毅说没有事实基础 没有法律依注 没有法律依据 没有国际先例是三无产品 这些针对对中国的所谓烂塑啊 没有事实基础 没有法律依据 没有国际先例 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 今天的中国 已不是百年前的中国 今天的世界 也不是百年前的世界 如果 想借烂塑 侵犯中国的主权和尊严 敲诈中国人民的 辛勤劳动成果 恐怕是白日做梦 必将自取其入 国际要把这些东西 栽赃给中国 这是没有事实基础 没有法律依据 没有国际先例 是三无产品 但中国也是受害者 如何如何都有道理 所有的证据也有道理 但是我就可以预告 一年两年三年后 HBO美国也会拍电影 也会拍影集 然后就会来讲这个 然后就会把中国 变成是加害国 或者是蛮憨 或者是贪污腐败 害了全世界 美国又会有个 美国队长英雄 出来解救世界 所以中国人 又要再次被美国利用了吗 这个是全面性的战争 他不是利用 他在打击 当然现在是利用 现在利用是因为选举 川普需要选票 就像之前你刚刚说的 他把每一件事情 指责了半天 拜登然后回过头来 就是中国 然后把他们之间 划上等号 更严重的就是 他把他受造成 中国是一个邪恶的国家 这个邪恶的国家 现在不对美国 产生一个前所未有的危害 那这个危害呢 拜登没有办法对付他 只有川普有能力对付他 所以我对他所施展的 手段各方面都无所不用其极 那我们站在旁边 冷眼旁观 我们都发现到 这非常非常不合乎道理的 可是他就这么做 那你说我们会回过他 来反省一下 为什么全世界媒体 很多都配合他 这个是长年以来 西方世界对东方 尤其对中国的这一个歧视 我认为这是一个歧视 那现在看到他要崛起的时候 当然有所不甘 他会权力遏制 他会权力遏制 他绝对不容许中国强 权力遏制 没有错 这个是世界 人类的历史发展就是如此 强权 拳头就是真理 拳头就是真理 是非只有在大炮的射程范围之内 那才有是非 超出了大炮就没有是非了 所以这一点呢 中国人必须要觉醒 必须要有这个觉悟 但我看 我看 我现在观察 真是有这个觉悟 十几亿 十四亿人口 现在真的是有这个觉悟 就是说 不惜跟你正面对决 那讲到这个正面对决 我倒是一个想法 那就是说 他现在的目前的情况 就香港的问题 香港是中国的领土 他居然在那香港 立了一个香港的授权法 立了一个香港人民民主 这个民主人权法 你到我家来围围墙 我自己要来围一个篱笆都不行 现在是不是这个状况 很清楚嘛 对不对 所以我说 这个时候中国大陆应该正面迎战 怎么正面迎战 中国应该立一个法 立一个美国人民主跟人权法 美国启示有色人种 这种例子每天都可以发生 你随便统计一下 美国检查 每天杀死多少黑人 枪杀了多少黑人 白人没事 还有美国怎么歧视穆斯林 怎么歧视回教人口 那当然你说 那你现在中国立的这个法 有什么用 有用 看你怎么用 你把他立个法 立个法 然后找出 把他所有的劣迹 通通通通告全世界 你比方讲 你当你立这个法 美国你对穆斯林有歧视的动作 有歧视的行为 你就把那个公司 那个人民 你就把他通告所有密斯林国 穆斯林国家 让他们到那里去 受到不公平 这个应该有的这个惩罚和待遇 还有歧视亚洲人啊 对 都一起 都一起 这个就中国就要动起来 你不能光说我不满 你这样子欺负我 怎么样子 没有什么好讲的 他这个就正以牙还牙 你咬我一口我就咬你一口 我绝对不让你好日子过 现在有没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能力 这个就不必担心了 为什么有这个能力 我们就不再次多说 不要讲军事能力 我们讲国家的这个财富 工业能力 文化能力 科技能力 讯息能力 每一样 天然都端得上台面 端得上台面就可以跟他比了 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是不是 但因为美国 你跟这个国家讲 不仅仅美国 包括那个五眼联盟 没有眼睛的 那个联盟 他们就是英语国家 联合起来 但可以说他们是以前的奴役 奴役 其他不同种类的人 以前是还用武力 占领土地 掠夺资源 现在不是了 现在比较文明的方式 用商品 用产品 用经济手段 用金融手段 剥销你们每一个国家 所产生出来的所有的利润 通通归到美国来享受 所以欧巴马 讲了一句话 讲什么 他说如果中国人的生活水准 像我们美国一样的话 那也得了 这个全世界不就垮了 为什么 因为资源就这么多 应该通通归往美国享受 美国也不是全部人享受 他穷人也是很多 只是那1% 1%的高端的白人 还有10%好了 设给他10了 美国的中产阶级 那比较高端的 他们享受了全世界 那些大部分60%以上的资源 他们过的日子多好 但有多少全世界 多少国家 多少地方 吃不饱 穿不暖 然后洪水 天灾人祸 所有的 家住于那些不幸的人 你想想看中东的难民 你看看南亚的那些难民 太多了 但是唯一供养的就是美国 所以就这一点来讲 中国我认为到这个时候 既然有这个力量 就应该出面领导这些 被奴役 被欺凌的这些国家 一起来对付美国 我确信是有能力的 那首先第一个 就不能退却 法律战 你就拿法律战出来 我刚刚讲那个 就立个法 能不能制裁 大家会说立法不能执行 有什么用 还是能制裁 那高科技战呢 美国现在对所有 比如说 我现在对华为 是勒到你的脖子了 我不准 我连台积电帮你代工 我都不准 因为你台积电用的机台 是我美国人的机台 我连全世界任何国家 任何企业 要卖货给华为 我都不准 要向我美国商务部申请 我不准 我就叫你华为死 因为我过去就这样 弄死美国的 弄死欧洲的企业 法国企业 日本企业 跟苏联企业 我现在就要弄死华为 好 我戳破他这个谎言 给你看好不好 我戳破他川普的谎言 他用技术这个手段没有错 但华为也没办法对付他 会给华为很大的困扰 这是事实 但是你要知道 华为的整个营业收入 手机是一小部分 手机的晶片 这是一小部分 它最大的部分 是在那基地台 5G的基地台 5G的基地台 它已经备货 起码有两年可以用 那你在这个贸易战 就是这个经济战 这个中间的时候 华为会不会困难 有困难 但它可以培持力量 它可以联合其他的这个 晶片的制造商等等 这个仗一打 一年两年绝对不会停息 可是选举完了 我现在丑破他的谎言 川普就用这一招 你做给美国人看 你看那个华为 他们中国 脱我美国一年脱我5000亿 的产值东西走了 脱我们5000亿的这个顺差 是不是 那只有我能对付他 你看我马上记住这个手段 那个手段 一连串的组合拳统统出来 那美国人民不懂啊 不知道啊 他以为真的怎么样 他没效 可是没效已经选举完了 他选票已经骗上手了 这个就是政治人物 可恶可恶在这个地方 但是他一旦记下这个旗 这个世界就会分成两个阵垒 一个壁垒 这个壁垒就两个阵地 一个是使用美国技术 使用美国设备 这样子在美国这边流转 所有的全球化的神话就破灭了 因为你只要卖货给华为 你就变成你就不能够卖货给美国 美国就要牵你追杀你 所以中国华为就被迫要建立 另外一个自我独立的一个系统 那就变成美国逼中国自行去建立一个系统 建立得起来中国就大成 建立不起来中国的成长会受到伤害 但终究中国会警觉 全世界其他国家也会警觉 哪有你美国这样搞的 我当时我买你 买你个Windows 你的意思说我用你微软的软体 我用微软的软体我就不能卖货给华为了 那这样很简单 那我先买你波音 波音也是美国的 我买你波音的飞机 我也不能出货给华为吗 那你整个全球化 你就太好笑了嘛 那我就从此 我再也不买你美国东西 好了吧 我再也不用你美国东西 我就没事了吧 就是美国这样做一个违反经济常理 违反过去人类的惯例 将来的后患就是全部最后会反噬给美国 董哥你看美国现在在干嘛 美国因为他现在很害怕 害怕说他们过去 号称伟大 其实等于说世界上的资源都是他们在享用 那现在没办法再享用了 现在发现中国大了 很多人可以跟他共分资源 那他们过去的资源享用其实是耗掉地球很多牺牲 比如说美国为什么要退出这么多国际组织 这些国际组织要求你要限量使用人员啊 对不对 然后美国没办法接受 要环保啊 他完全没办法接受啊 所以他吃人不屠股 然后把整个世界罗令成这样 现在还想继续维持 那所以他没办法忍受 一个像中国这样团结 而且又迅速长大了 他认为过去可以堆户中国是怎么样 我叫你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你被我规范了你就可以乖乖的 没想到中国借着这个时候 反而做大了 所以美国更没办法接受 现在就使出了最主要的手段 很多人讲贸易战 贸易战其实是科技战嘛 美国可以在世界上为所欲为 最主要是他的科技嘛 他科技比你强 他人口比你少 可是他打得赢你 因为他科技啊 他的大炮 他的飞弹什么都很厉害啊 就是用这一套 但是现在世界上不一样 怎么叫不一样 就算美国的霸钱 在钱是这样 搞这些事情的时候 已经引起很多人的不凡 只是没有人 没有一个带头大哥出来 号召大家一起响应 抗议暴政 没有嘛 那我觉得川普现在害怕 这次的害怕是因为 他最近的民调都输拜登 大概输百分之八 所以他一直要把拜登跟中国放在一块 这拜登就跟中国一伙 这一招就学蔡英文了 就每天用这个 那拜登 拜登想说你在救灾 我就比较少出便 所以现在川普就出来骂拜登 你看两个A都看不到你 你在干什么 说他在睡觉 说他在睡觉 很懒惰 所以拜登是想说 因为你在救灾啊 我出来 对不对 我出来搞选举很难看啊 搞选举很难看 人家全民都在救灾里 怎么在搞政治 就是说他其实是这样考虑 他又没有公权力 是 他又不是总统 他出来干嘛 对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川普的纪扬 越来越清楚了 所以各位朋友 非常要当心 就是这 这半年来 因为美国投票是11页 那这半 剩下这半年来 川普会有更多的动作 跟各位报告一下 就是说 现在美国到目前为止死掉的人 到昨天为止 那确诊190万 死掉的人9万9 那大概 破10万了 就过几天就破10万了 全世界第一 他比第二多了好几倍 那所以你今天看到其实 他说给 他就嫁祸给中国啊 那但是如果说 美国都没有错的话 那为什么 中国临近的国家 跟大中华区的很多地方 都没有像他那么严重 死的人都很少 然后疫情都很轻 为什么 没有 因为死多的那些人 那些国家最主要就是疏忽啦 其实如果他们那时候有警戒 中国是第一个最严重的 现在中国连全世界排第10名都没有 对不对 你现在看到巴西 俄罗斯 英国 这些 全部是这些先进国家 为什么 他们觉得跟他们没有关系 跟他们没关系 这个是中国的病 因为中国人最不卫生 对对对 他们的医疗又漏后 所以才会在中国发生 我们不会嘛 可是一直到现在 他们还是很轻忽隔离 还是不喜欢戴口罩 这个是这种傲慢吧 因为他认为 我们的老百姓自制力很高 而且我们比较讲究卫生 台湾人其实是这样的 对 就很多人这样 我们喜欢洗手戴口罩 对 那我们是因为 有个SARS的经验 大家过去被吓到了 所以很主动 就是把这些动作都 不管你政府有没有要求 我们都会做出来 那今天看到了 美国这样的话 对川普来讲 他可能因为这个疫情 让他没办法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一波的疫情 到这两天的 全世界的那个民调 就是几乎那些疫情重的国家 很多反而 他的严守民调反而高 川普跟安倍是例外 安倍现在是有史以来最低 他执政这么久了 最低 那川普 川普本来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他身份还是非常高 可是因为他一直讲错话 以为要人家用消毒水 打到身体里面去治 以为是说要吃奎灵 那奎灵现在又被世界卫生组织打脸 说这吃了有副作用 所以 已经变得开始 义无伦次了 就是说 本来信心在握 那现在已经打乱了 自己内心也慌乱了 所以碰到有话题的东西 就把它拿到推特 让大家来讨论 你们尽量讨论我 那表示我还维持很热 这个就是川普的想法